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娜娜赶到的正是时候 武魂帝国的将士们 让帝国的铁骑 踏过敌人的尸体 娜娜 娜娜 奇怪 这雾气居然没有痛 可我方士兵确实出现了重瘤的症状 我方士兵的伤口为何成混杂之策 这个物技一定有问题 四尺有力 难受怎么回事 万紫千红毒 接受原形断阵 来啊 随我入胜利一臂之力 千金一兵 不要乱 急进防御进行 永远欧撑 杨长拉 你说这毒叫做万紫千红吗 这是我们破之一族的禁忌剧毒 通过数十种无毒的药物混合而成 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藏性强 在最后一味药加入之前 毒都不会发作 而中毒者一旦接触到最后一味药 就会立刻毒化 那么之前大军中出现了武器 便是这万紫千红的最后一味药 既然是破之一族的禁忌剧毒 它又是怎么落到五魂帝国手中的 当年浩宣宗不为副祖宗门安危 我选择封门 五魂殿 便被四大附属宗门展开疯狂报复 我的包帝杨无双 在一场激战中失踪 他便是破之一族中除我之外 唯一一个懂得炼制万子千红毒的人 他便服务了 破之一族一向命着不完 想不到 自己无同 他居然将敌人屈膝投降 万紫千红虽然剧毒无比 但天斗士兵意志坚韧 若不是跟妖魅的红武封闭了视角 也不见他会如此被动 既然如此 自己升光 自己升光竟不能击溃妖魅的意识 看来邪悦和胡莲娜的实力 也有了很大进步 五魂融合记下的精神力 已经达到了封号洞罗级别 但是 海神之光加持下的自己升光 你还能挡吗 第六魂精 晚送独自 苍门暗记守法 一千零一夜 怎么可能 我的独卷对他完全无效 我看小姐 无双哪 背叛宗门的无耻之徒 叫他出来受死 杨无敌 这你就多虑了 你弟弟确实是块硬骨头 为了确保万紫千红毒的配方 他无限漏 不惜咬蛇自击 他那又如何 只要没死透 教皇陛下就有手段撬开他的嘴巴 精神控制内环境 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虽一心求死 可到头来 还是当了叛徒 住口 冷静点要找老 他在诱你入套 他们已经列阵完毕 你孤身深入 必死无疑 这个唐三好兴起 他魂力耗尽 杨无敌又身受重伤 我本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却被他看穿了 既然万紫千红毒的最后一味药 仅为触发之后 也就是说 我方士兵体内 已经有了此外所有药 而这位前辈的毒刺 恰好与万紫千红毒的性状一致 看来 就是你雀风宗暗中下的毒霸 天斗帝国军营 虽然守卫森严 但你周围的毒风 确实难以被察觉 这个唐三洞察力细致的可怕 难怪教皇陛下一心要杀死他 宗主 别拦我 我不允许他污辱我弟弟 污辱破之一毒 杨长老 不要趁你匹肤之用 养好身体 踏日攻破五官帝国 才是对你地理最好的告别 更何况 众龙的天斗大军 还需要你的救治 长门弟子听令 停止追击 御堂修住防御工事 御堂戒备巡逻 宁堂药 搜救治疗伤员 继续承拐 好沉默的心心 想偷袭得手是没可能的 也罢 武魂帝国大军 已经全部撤入嘉陵关内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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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